民主党全代会第二天 贺锦丽和华兹到100公里外的密尔瓦基同台造势 地点是上个月共和党全代会正式提名川普的第一服务论坛广场 那么这是贺锦丽今年第七次造访威斯康星州 在宣布参选总统之后这是第三次 不让民主党阵营抢占媒体版面 川普也跑摇摆州 范斯到威斯康星州 川普本人是到密西根州 要谈犯罪和安全问题 这是川普在民调上占有优势的议题 其实也是川普造势场合最爱讲的话题之一 但问题还是在他能不能传达幕僚 希望他锁定的重点 川普阵营紧盯民主党全代会今天还提醒媒体 民主党全代会第一晚提到了川普的名字超过130次 其实贺锦丽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第一位亚太裔的美国总统 但到目前为止 不管是贺锦丽的竞选讯息 或者是全代会的谈话 反而她是避免以第一位美国女性总统这个历史定位做话题 这当然是来自2016年的教训 贺锦丽的竞选中不主打她的性别 虽然支持者和她的夫婿任德龙都有说希望有一天能够以总统女士来介绍贺锦丽 但民主党很清楚川普是怎么用种族和性别作为巩固她支持的工具 包括刻意强调欧巴马的中间名字 嘲笑希拉蕊的笑声 而对贺锦丽则是用名字和笑声来做攻击 TVBS新闻教会美国芝加哥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